你有见过越狱的骑士吗? 作为骑士界的一股清流 王蛇的性格不仅十分暴躁 而且对自己也极其残忍 此刻在某处的拘留所内 浅仓威正以自残的方式 疯狂折磨自己的身体 这时拘留所的关押人员 示意浅仓威前去见律师 不料浅仓威刚刚到场 就指责北纲并不称职 只是将刑期缩短为十年 但北纲表示已经尽力 而且浅仓威暴躁的心胸 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面对浅仓威的一番威胁 北纲停止与浅仓威的合作 看到北纲如此的心境 蛇叔的心情瞬间烦躁 以至于想要阻止的警员 都遭到蛇叔的暴力袭击 而另一边返回的北纲 突然产生奇怪的感应 好在北纲认为是错觉 随即走向自己的车辆 并表示要为某位败家子 先行摆脱警方的询问 等到北纲离开此处时 隐藏在角落的神奇侍郎 迈着十分诡异的步伐 直接从警员的身旁走过 随后他来到蛇叔的房间 询问蛇叔有怎样的心愿 蛇叔表示他要做北纲一顿 其次就是要教训神奇 然而蛇叔刚想要动手 就被神奇鬼魅的身影 连续躲过多次的攻击 接着神奇主动劝解蛇叔 他表示只要成为骑士 就能享受战斗的乐趣 可以实现任意的心愿 听见神奇如此的表达 蛇叔接受对方的卡核 并变身假面骑士王蛇 成功躲过警方的拘留 此后没有拘束的蛇叔 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 先是抢劫服装店的衣服 后来又通过知名的书刊 找到了北纲律师所的位置 此时寻找败家子的北纲 顺利帮芝普纯摆脱拘留 眼看北纲知晓了身份 芝普纯随即表露身份 但刚刚离开警局的他 完全没有战斗的心情 于是以喜去气味为由 迅速离开北纲的视线 随后结束案件的北纲 先行返回自己的事务所 这时警方传来的信息 表示蛇叔要袭击北纲 但北纲没有丝毫的害怕 片刻后门铃声突然响起 然而在两人严阵以待时 门外却是采访的令子 而看到这一幕的北纲 示意令子先稍等片刻 不料在关门的一瞬间 令子遭到蛇叔的袭击 迫于无奈北纲打开房门 并让无狼提前做好准备 看到北纲有他人保护 蛇叔只好先行离开此处 但令子为了收集热点 一直在后方展开追赶 同时通知另一边的真思 尽快赶往自己的地点 结果在前去的途中 真思突然感应到荣原怪 他立马跑到附近的殿内 接着他迅速完成变身 并在近世界展开对决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蛇叔 感应到近世界的战斗 此时之谱纯在身后现身 他表示北纲也是骑士 可以将北纲先行解决 最后他以变身的姿态 迅速赶往真思的战场 随后他刷卡重击降临 一击将荣原怪打飞树女 正在真思追击的同时 蛇叔正好看到这一幕 随后他准备加入战斗 反而攻击附近的警察 这是一位小女孩出现 蛇叔健壮立马将其抓捕 并以此阻止警方的行动 此时手持武器的真思 不断发起猛烈的攻势 激战数个回合过后 真思一击刺飞荣原怪 接着真思刷卡最终降临 一脚骑士踢带走荣原怪 结束片刻的战斗后 真思返回原来的世界 然而眼前出现的景象 却远远超过他的预料